富贫娃娃仅用九天时间换装 寓意鲤鱼跳龙门 2月20日晚 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送的富贫娃娃们 换新衣了 开幕仪式时穿的虎头衣 变成了闭幕仪式上的冰蓝色绣花双鱼服 一样的款式和材质 不一样的图案设计 但核心创意都离不开新年吉祥寓意 这次换装仅用了九天时间 大年初期 导演组决定请富贫娃娃回到鸟巢再次演唱 当天我也接到任务要重新设计演出服 北京2022年 冬奥会开幕式服装化妆造型总监陈敏正回忆 考虑到开幕演出服非常受欢迎 新服装就保留了原来的款式背心式羽绒服 图案方面 准备了符字 双鱼 虎头娃等十几种 最终双鱼获得一致通过 陈敏正说 双鱼图案寓意年年有余 也承载着对孩子们鲤月龙门的期待 更能勾起许多人对类似年画的怀旧共鸣 这幅图也出自名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预线剪纸的传承者之一 任志国之首 他的原作是将符字与双鱼相结合 陈敏正抽取了原作的一部分 又经过整整两天数一起搞的二次设计 才终于确定了如今外有西矿 内有立体感双鱼的方案 无论开幕还是闭幕仪式 人们都可以在服装上看到许多剪纸元素 这是对中国春节节俗的一种巧妙展示 比如任志国的窗花作品 就出现在开幕式和平歌童装上 复平娃娃的虎头衣 虎头图案来源于北京 已故剪纸艺术大师申佩农的作品 演唱主题歌雪花的孩子们穿的演出服上 还有预线剪纸艺术家陈琳的作品 设计确定了 生产制作却是一个巨大挑战 之前合作的童装品牌还没复工 又赶紧在北京找了一家制作样衣的小厂 厂子里七名样板师都上了生产线亲自操刀 布料也是紧急空运而来 陈敏正说为了配合冰蓝色整体设计 帽子围巾手套也要采取相同颜色 可惜当时市面上找不到相同颜色的围巾和手套 只好买了好多帽子 一个个拆开再改缝为手套和围巾 甚至为了回应全球观众对冰敦敦的喜爱 还在围巾上加了一个冰敦敦图案 终于2月16日 闭幕式演出在鸟巢内第一次彩排时 崭新的衣服穿在了孩子们身上 眼睛都亮了 保定是复平县城男装夏装学区中心校书记 校长刘凯还记得孩子们看到新衣时的兴奋 不过就在距离闭幕仪式还有一天的时候 这套服饰中的配饰部分 仲幼采用开幕演出时使用过的红帽子 红围巾 红手套 增加一抹新春的喜庆亮色 画出会小时认 愚蠢 兴奋